小朋友奮力揮棒 擊出漂亮的滾低球安打 以固定點上的軟球揮棒擊出 然後跑累就有機會可以得分 也不用擔心投手太強打不到球 歡樂的運動 除了培養小朋友對棒球的興趣 也能安全的運動 加油 玩25 很刺激啊 可以跟同學一起玩 而且打之後全力打會 爽 快感 因為這個熱熱棒球 它很安全嘛 很適合全家的大小 一起來玩的活動 所以我們在各縣市舉辦出賽的時候 其實很多家長都參與 而且他們曾經跟我問說 我們可不可以組一個隊跟你們玩啊 我們覺得這很有趣 連續舉辦六屆的熱熱棒球錦標賽 吸引中張投76所國小 共120支球隊參加地區預賽 27號決賽這一天 18支的精英球隊在潮馬足球場 角逐冠軍寶座 而主辦單位還特別邀請到了張泰山 林毅全等知名球星 替小小選手們簽名加油鼓勵 請開球 我全能打敗鼓勵 希望他們就是在快樂中然後可以間接可以運動 然後把自己身體練得更強壯更健康這樣就好了 因為過去的新龍牛職棒隊呢 也受到地方很多學校朋友的喜愛嘛 那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在參與職棒的活動 但是對學校這個熱情我們還存在 所以我們董事長呢非常支持新龍繼續舉辦熱熱棒球 來跟每個學校小朋友一起來遊戲來享受到他們年輕時候的美好回憶 所以新龍北的這個熱熱棒球比賽呢 我們會繼續辦下去的 主辦單位也指出以棒球為基礎的熱熱棒球 沒有正規棒球的刺激性 卻是棒球運動扎根的最佳起點 因此希望基礎活動讓各國小師生有互相交流的機會 並推廣基層棒球 期待讓每個人都可以享受揮棒跑壘的樂趣 借王勝炫台中採訪報導